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的节目 点赞留言打赏 对我们的思黄茶老将相继 有兴趣的朋友少少二维码了解一下 那么我们在这里谈一下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段崇志辞职这个事 虽然是香港的事 但香港也很值得重视的变化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段崇志辞职 其实是预料中的事 当然也是香港高等院校管理的政治接轨 大陆的一种逼拦 有关媒体报道证实 在反修理运动期间被指立场请向 学生的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段崇志请辞 明年1月2025年的1月卸任 没有交代原因 联合早报驻香港特派员戴庆曾说 有受访的学者认为 事情给外界的观感欠佳 不能说是吃相难看 但有人认为不会影响香港高等院校的国际形象 这也是一种说法 那么香港立法会是去年11月份 修订了中文大学的中文大学的大学条例 段崇志很明确的补书 中大按照上述修订 落实新的管制架构 这个时候就让大学的物色一名新校长最合适的时机 未来一年将不遇力切把大学管理和运作畅顺延续和过渡 香港是断崇志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能够从海外回到香港 武夷重任服务这一所大学 他认为是毕生的光荣 过去六年呢 中大的社群给他必要的支持 那么中大也证实有这么一回事 将来中文大学大家知道 是香港有名的大学 亚洲大学排行榜 长期居于前列 前十位 当然他也因为2019年的 这个大学生的这个抗暴 缓修例 做了很多的大动作 这个攻防站 这个到处舒适 这个整个校园烟雾漫 所以有人把它称之为是暴大 是暴动大学 断崇志在反修例期间 多次应学生的要求 跟示威的学生见面 中大的二号桥 成了学生和警方对峙的 冲突的前线重地 他曾经和大学的高层 前往二号桥跟警方斡旋 这警方撕内吹内弹之后 再离开现场 因此他被香港的建制派批评 他在包庇示威者 但呢 断崇志在反修例期间事件中 过后也跟几所大学联署 表示理解香港国家安全法 定立的必要性 但能难一直被建制派 天涯追杀批评 那批评他的人呢 首当其中是谁呢 前特首 现在的全国政协副主席 梁振英 给他的压力是显而易见 一个副国级的人 天天指着他鼻子骂 谁受得了 但是断崇志的妻子罗文亚 早前也被卷入所谓涉滩的风暴 廉政公署的去年八月声明说 正在调查中文大学 辖下了一家医学中心 有人涉嫌贪祸 能用公款 那么这个中心是什么 心血管基因组的医学中心 负责的就是罗文亚 这种案子是突如其来 是有备而来 不得而知 对于这个段崇志提出辞职呢 曾经当年中文大学校董的 新思维主席狄志勇说 他对段崇志的请示感到震惊和遗憾 他认为大学应该有自主的空间 不受政治的干预 否则会产生寒蝉效应 影响大学的生育 海外学者也会对香港止步 不敢来 那么对于建制派呢 包括梁振英的揪助 段崇志说包庇反修例的示威者不放 狄志远说 当时各方都没有办法估计 反修例风波的发展 事情过去就过去 如果到现在还要用政治有色眼睛 看待事情 将没有办法当助香港护原 也就是你天天来搞 七祸算账 那就是没完没了的政治斗争 香港理工大学的一个讲师 叫陈伟强 他也接受戴庆长的访问也说 段崇志的反修例期间 曾经公开发表信函 请着警方涉嫌难报 引起了警方和建制派的强烈不满 后来他还获得了续业 但建制派就揪住他不放 认为他不合作 所以他这一次不得不辞职 或提前辞职 是意料中的事 观感肯定不好 那影响不会太大 他认为也不会西方炒作 比如说美国最近有几所大学 因为被指对抗校内的 反犹太主义不利的请辞 西方媒体他说在现在 不好意思批评香港 这当然是牵强说法 段崇志首先 是否要离开限制 之前有很多的江湖的传闻 按照建制派建营的看法 段崇志这次政治立场不稳 政治不过关 所以梁振英几度亲自出马 逼着他要下台 那么第二段崇志心声劝意 也很正常 所以段崇志还在坚守 自己的校长职位之前 传闻不断 传闻不断 他没法整 现在终于可以这块石头和落地 他不干 第二 北京已经把香港的高等院校 视为政治上的重灾区 势必要在2019年之后加以整顿 要彻底竖清所有反中乱港 十四例的影响 段崇志2019年 期间的表现 甚至被左派媒体批评为助纣为略 梁振英几度指着他鼻子骂 这比仗秋后 还是要算账 第三 我们知道之前也是蛛丝马迹 加拿大籍的华裔历史学者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何晓清 曾经因为申请工作签证 到香港被拒 一似乎就被香港中文大学解雇 这是去年十月份发生的事 香港媒体说 这个陈清华就是有一个人证实 他的学生 何晓清的申请工作签证 反港被拒 校方也没提供任何帮助 以既定政策里程序为由 马上把他解雇 何晓清是现当代中国社会和政治研究的历史学者 毕业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博士硕士 在哈佛大学会证兴中国研究中心 从事博士国的研究 他的研究内容方向包括八九事件 也发表了相关的著作 加入中大之前 他曾任教于哈佛大学 维尔斯利学院和圣迈克尔学院 他研究八九六四和学院 这样的研究领域肯定不受当局所乐见 找个借口把它拒之门外 符合新时代治港思想的逻辑 第四 之前就去年十二月 香港中文大学的校董会 也宣布 就是一个月之前 解雇中大的护校长 行政的护校长和秘书长吴淑培 即时生效的 吴淑培当时表示非常遗憾 此开除他或者解雇他的联姻时 他处理校董会 一些重要事项的行为举措 校董会对他失去信心 认为他未能够或者不愿意 那么这个人我们知道 那么这个人我们知道他是断崇制的左右绑币 校董会提前把他解职 是断了断崇币的右臂 有隔几个把一个校长的左绑右臂都卸掉了 留下来还有什么意思 不如归去 有传闻说 前两年被中大聘用的中文大学深圳中国研究院的院长 郑永年 有可能是接替断崇制大学校长职务的最有可能的人选 我们看看最后的结果如何 虽然是香港一个大学校长的去留 其实这里面也体现了香港现在政治环境的变化 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老杨可以说老杨到处说 好 谢谢 是不是 原因 是不是 很好 Columbus 在前面 还是 孩子 快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